奥迪双车我的伙伴 哈喽大家好 我是鲁子爷 我相信在我们屏幕前 都有很多对航天比较感兴趣的小朋友们 之前我们有拼过 热球发射器 火箭发射台 很多的小粉丝呢 没有看过影 都给我发射信说 想看运载火箭 而且都提到了一个字 大 一定 要大 奥迪双车 长征11号 运载火箭 2475块鸡木 航天文创系列 圣板授权 这样子拼起来 绝对把气 左下角这个标志 那可是陪伴了我整个童年啊 奥迪双车我的伙伴 又有新闻记录 长征11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的 是长征系列的第一型 雇企运载火箭 与之前的运载火箭 最大的优势就是 运载能力 提升了很多 从背面的这个包装图 也可以看出来 分成了好几节 动力 超强 这么多寂寞话 还有两本说明书 一个是火箭发射台 一个是运载火箭 开门 飞车 開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实在是没想到 这么大 火箭有90厘米高 发射台6500 绝对是市面上最大的 激怒火箭了 这要是个真家伙 那该多好呀 带我上天 点火 放松 哦 我又回来了 之前呢我就给大家介绍过 我们的长中实验号 是大运气的代表 所以运个我啊 这简直就是分分钟的事 轻松带你上天 想要上天的小伙伴们也可以给我打电话 免费哦 那其实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 快象力剑 总共发射了10次 两次海上 8次入境 全部成功 这一号几部火箭呢 有火箭发射台 还有火箭 火箭发射台有两个重要的位置 必须要详细介绍一下 火箭发射台上有四组支架 可以牢牢地将火箭 进行固定 哇 这边还有 哟 哇 这样火箭就不会来回摆动了 你瞧 现在就有点晃 有了它的加持 牢牢固定住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个支架 是可以调节角度的 哇 我们也可以让它往前一点点 看起来稍微有点倾斜 间距也扩大了 稍微呢有一些倾斜 但是依然比较稳 蛮美 其实最好玩的呢 还是我们这种火箭 光源度非常之高 最下面固体发动机 新一级 新二级 新三级 上面级 还有一个总流道 如果你没拼过啊 真的还不知道 机构这么多 这么复杂 以为它还很普通的 其实如果你仔细看我的拼过程 就发现它里面也是 大天昆 可以分成三段式 每一个下面都有发动机 好 更有趣的是 在这个整流罩的下面 瞧 藏了一个小卫星 把太阳灯板展开 小巧可爱 这个设计真的是太有心了 想都想不到 有自己专门的收纳空间 一个小惊喜 现在我们的国产机 真的是做得越来越棒了 真正的是把我们自己的东西 干扰出来 把我们的五星红旗一天 为我们的国家 点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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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